我要是以前的 还在黑社会生活的时候 一定就是把他带出来修理一顿了 怎么会放过他 遇上喜严蟑螂母女党 百吃百喝 还恰恰说要找黑道杂店 汤包店老板郑自达 气得上法院提告 但蟑螂母女党恐怕不知道 这老板郑自达大有来头 现年50岁的他 当年可是创立了 竹联邦的金武堂呢 我自己本身也是这样 从这个圈子过来的 我也觉得很傻眼的 我真的很无言 碰到这种事我觉得是 哭笑不得 其实小时候我也是算蛮乖的 那我父亲从军职下来 就做生意了 家庭也算不错 所以在学校里面 常常就是身边有一些同学 跟着我出去吃吃喝喝 都是有在付钱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 就遭受到一些同学 三不五时就来恐吓我 我还被打 还被勒索 那长期下我也忍受不了 那我也要寻求保护 我就开始去认识一些 一些我们周边村子的 一些黑社会的大哥 踏入黑社会 1989年3月 当时才19岁的郑自达 干了一场大案 在歌舞KTV袭警夺枪 我也不晓得他是警察 穿个便服 跟我吵架 只是在厕所插身而给我撞到 那当下他 我看到手伸进去 要拔枪的时候 我一个反应动作 刀子拿起来 就往他身上砍下去了 我这次几刀我也忘记了 我看到倒在地上 我就把配枪给带走了 隔一天新闻出来之后 我就开始只能跑路了 怎么办呢 但是后来我看到报纸登一篇 我那个时候警政署长是罗张 他给我下了格杀令 他说这个歹徒公然抢夺警察配枪 这如以拒捕格杀误认 我想说那时候还19岁很年轻 算了 我想了一个礼拜 我去投案了 我自己去面对了 到判刑12年 复刑期间 他遇上全国大减刑 换了5年8个月就出狱 但他没有因此洗心革面 这过程中 总是会以前曾经的老兄弟来找我 那后来也就不顾家里的反对 因为黯然决定又重出江湖了 2005年 我记得那时候 我成立了一个金武堂 那开始因为要做大鹏鹏工程 所以我就开始大量的吸收一些年轻人 开始一路就是这样子 逞胸逗狠了 那相对的害我惹了很多麻烦 所以我在96年的时候 又全国大嫂子 被送了制品专案 那一趟被送了制品专案 比压了8个多月 那我现在想 从年轻到现在 就是这样打打杀杀又进进出出的 是不是该要为自己想一想 为家人想一想 这一次 他一审被判刑就年 二审审理期间 获交报解除限制出境的他 被家人送到国外 他当时曾一度打算不再回胎 但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我父亲也跟我说 有帮我去显示神明 如果脱离这个黑色的这个圈子 重新做人 好好做个生意 神明会保佑我 当我记得我在美国待了五个多月的时候 我家人打电话给我 他说 我的交保金退回来了 九年部分也判无罪了 只剩一些小案子 也只有合并 只要执行九个月 那我前面收押的都折抵掉了 也不用去执行 那我就很讶异 真正神明讲的真的没有错 我在开始很虔诚的 开始相信 我从美国回来之后 就经过我父母的建议 去花莲的法华山慈慧堂 去好好静静地去修身养性 磨磨自己的个性 经过这半年之后 我也想了很多 所以 黑社会这条路真的是不归路 从山里下山之后 就想说做个生意 正当的生意 给爸爸 谢谢 这个 这时她也认识了小她20岁的越南籍女佑 彻底地改变了她的一生 她有个提议就是说 她的同学有开一个汤包的连锁店 那是不是可以说找我们一起做 去加盟一起做 这是个正行 那现在我们做这个店 什么是要亲力亲为的 因为服务业嘛 你总不能说把以前的那套大哥的那个姿态拿来 那客人都吓跑 所以学得很快都会做 几乎那个也不是困难的事情 你只要肯学什么都是觉得 我觉得都蛮简单的 也不难 年过半百 郑自打知道 她肩负家庭重任 不能再逞凶斗狠 所以面对喜宴蟑螂母女党 她选择走法律途径 那现在我想如果已经过正当生活 就不需要在这种方式去对待她了 当然法律是有公平嘛 对不对 苹果欢迎15多年 送你百元7米镇 再抽10万现金大奖 还有2018世纪冠军赛门票 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